你 若我执意同张珠在一起 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吗 张大人 这罐中有逆党所处的物资和药品 你流这么多血 须得马上上药 江姑娘 还是我自己来吧 这样余礼不合 先生怎么来了 怎么 我来不得吗 不是 只是想着外面的事比较忙 又是逆党 又是燕家军兴无畏的 先生定是分身乏术 张大人 谢某已向京中飞鸽传书 将张大人此次剿灭逆党 阻止通州山崩之事 禁述降臣 定国公不服调解 善离战局之事 谢某也已一并上书了 回京之后 还请张大人做个见证 少师大人言重了 此番筹谋皆是出自大人之手 张某不过是局中棋子 不敢鞠躬 张大人此言 倒像是有山意 身意与否 大人难道不知吗 张者敢问一句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 究竟是我朝的太子少师 还是另有其人 张大人 我方便进来吗 请进 燕将军说山路被阻 我们还要在此住上几日 我怕你胳膊受伤 吃饭不方便 所以给你端过来 多谢江姑娘 你下午与谢少师 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 你是公务罢了 先生 虽阴晴不定 但他心怀正义 是个好人 我知道 这一路走来 有许多解释不通之处 可今日还是他救了我们 所以你能不能 不要把那些事跟朝中说 江姑娘与谢少师 到底是什么关系 师生关系 只是如此吗 于京城大牢之内 在下本一放弃中 将姑娘留下 可身负皇命 却将姑娘也卷入其中 此事是张某之过 向姑娘赔罪 此番乃是千载难逢之机 你也是为国行事 我又总会怪你 今日张某身陷险境 使姑娘不顾生死前来相救 少师长功之下 也使姑娘舍命相护 可张某所为 不做姑娘万一 实在有愧 欲如议案之时 是你救我姓名 严陵观礼上 你仗义直言 若不是你应了我 替燕家查明谋逆一案 还之以公道 本不必卷入此事 要是我有愧 也该是我有愧于你 江姑娘不必如此 查明真相 也是张某分内之事 是有云 头之以木瓜 抱之以琼瑶 江姑娘如此相待 张某定不相复 只要谢少师不做出 危害朝廷之事 张某可以不说 因为 我姓姑娘 可张某所为 不做姑娘万一 实在有愧 可张某所为 不做姑娘万一 实在有愧 可张某所为 现在的我对张哲究竟是什么感情 是因为曾经的求而不得 愧疚万分 还是如今真真切切的情感 仔细想想这一路走来 许多事情的走向其实都没有改变 若我执意同张哲在一起 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吗 有一点谢未倒确实没有说错 这次要不是他及时赶到 不单是我 只怕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要么去服个软 毕竟失声一场 回想至今他都待我还不错 李先生说京城一切安好 陈寅已将通舟的消息里为奏折 不日便会上奏 日前江尚书拜访谢府 说 说 说什么 说江二姑娘何时归京 江二姑娘哪年前的生产 眼见年关将至 问能否赶着机回经过生产 山路受阻 年前定然是回不去的 对呀 等山路绣通 她自己回家补过便是了 先生 学生可以进来吗 进来 何时 学生昨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惹先生生气特来赔罪 假如通舟贫乱本不是我的本意 但因此给先生添了许多麻烦 学生知错了 你还知道你添麻烦呢 先生的身体都被你给拖坏了 你好意思吗 今日风寒 先生还是不要出门了 调养身子最为要紧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有数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事吗 那我就替你父亲提醒你一句 眼下灌中人多眼杂 把你这满心鲁莽收一收 你若还有半分理智商存 别再惹事端 学生明白 颜家军修落还需几日 你生活上若有什么需要的 去找萧宝便是 先生 如何 姑娘可喜欢 这些都是从上清罐中 四处搜寻来的 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但全都没人用过 勉强也算应景 为何突然送我这些 不是马上要到姑娘的生辰了吗 你怎么会 是先生告知我去准备的 既我谢过先生好意 不过我本就不爱过生辰 这些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姑娘可是不喜欢 我再去寻些别的东西来 不必费心了 我并非在同你客气 江姑娘 等一下 有个宝贝 你一定要等着啊 下雪了 江姑娘 你问问 百年沉酿 江姑娘绝对够劲 对啊 薛老师 薛老师 一会儿江姑娘生辰宴 你要不要去啊 不必了 我还有公务在身 公务嘛 什么时候都可以忙 江姑娘的身辰 一年可只有一次哦 是 先生身子不好 冒雪出门必会染了风寒 还是好身歇着吧 别呀 朕是如此 你们自己玩乐便是 江姑娘 张大人 张大人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先过去了 您先忙 啊 啊 啊 这 见书 关门 是 这么小的雪 你还打散 张大人够情调啊 走啦 哎呀 哎呀 我在书上看到过 通州之地有去年寿的习俗 每逢年关之际 全山临日燃放烟花 已求来年风调雨顺 无灾无疫 嗯 这才是真正的借花献福啊 满城烟花 祝咱们江姑娘 心想事成 事事顺遂 嗯 哎呀 旁的我也不敢奢求 只希望我所关心之人 都能平安 江姑娘 可是想起了燕氏子 侯府一案 说到底乃至肾上心结所致的 嗯 只要能够去除此心病 侯府定会有发恩未来的事件 张大人可相信 前世诸定 此不语怪力乱神 比起虚幻的前世之言 在下更愿意相信眼前之事 我曾以为 人的能力很大 可以改变命运 可如今却觉得 其实人也十分渺小 有些事就算重来一次 我也还是无法撼动分毫 哎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交比我吧 我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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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定国公府的世子 结果呢 过了一圈颠沛流离的日子 刀尖填血朝不保夕 可是如今呢 不也峰回路转了吗 这不马上就要重享荣华复归了 所以啊 二位请坐 哎呀 哎呀 美酒 佳肴 今朝有酒今朝醉 管他什么命运 什么明天 喝 定妃公子说得不错 虽则人里中有穷尽时 但只要全力以赴 未必没有改变的机会 来 干 吃 他想灌醉你自己去趴下了 看不出来张大人好酒量 这就后军不小 还是走走散去几分再睡为妙 否则明日起来定会头痛的 好啊 好啊 张大人没事吧 雪天露花 姑娘小心脚下 嗯 好看吗 与姑娘十分相味 我不喜欢带花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 庄严赞花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食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赞花的少年郎 这一朵 不如赠予大人 全当你也克举了一遭 雪下痕迹 雪下痕迹 鸡满屋颜的复兮 却又不停 你走得匆匆 水中留下痕迹 现在就快被抹去 扰乱了我的语气 不过张大人这样轻振之人 想来也不会在乎 什么御前重举的虚荣 张某志不高 相不远 便清白 奉执心 得意于 静观云 如是而已 这么简单 就没有什么别的念想吗 有 如今有了 万般万喜常自在 随随着着 办安宁 周寅之党宇一案 主审官张哲 都有逊私王俩之举 多亏周寅之大义 获释之后 亲自复查手下众人 竟发现了不少人 淫私受贿的确凿证据 而这些人 正是张哲轻判的无罪之人 人人都知张哲断案如神 岂会出如此纰漏 分明是 有意为之 张哲 到底怎么回事 臣愧对申恩 回圣上 这一切 皆是臣立人之国 与旁人无关 我求你放过周寅之之时 没想过会害你至此 我知道你恨我 你一生轻正 素有贤名 连判官都不敢轻易下笔 给你定罪 可你为何要自判己罪 你该定罪的人是我 我 三日前 牙医告诉我 我母亲去了 娘娘或许不知 她早年会跟我读书 为人换习义物 落下胃痕的病根 可她不愿相信我会做下如此之事 冒准风雪 去衙门敲明冤枯 她十两空心 谁人敢接 她就那样敲啊敲 三天三夜 哼过去无数次 可还是敲不开衙门的大门 我 她家中不忍照顾 她却没有死在了家里 失神放了足足七日 才被人发现 是我错了 对不起 你可以不原谅我 我只是想要你活下去 张哲 本宫不许你死 不必了 娘娘你走吧 我对娘娘生了不该有的心思 是为不论 我身为刑部官员 却瞒报罪证 是为不忠 母亲生我养我 我却害死了 连送终都做不到 是为不孝 我这样的人 我自己都厌恶 凭什么活下去 不是的 你是个好人 你是我见过 最好的好人 那么娘娘 就算我救你 走吧 江姑娘你怎么了 可是身子哪儿不舒服 我许是酒喝得多了 对不起啊 我先回去了 走着那人 走着那人 想问什么就直说 我只是觉得奇怪 薛定妃明明是薛远的儿子 就算分别了二十年 薛远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 你真觉得她是薛定妃 难道不是 我说她是 她就是 看着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